一直以来,在人们配置资产时,人身保险产品,尤其是高额受险都带着光环。 不仅其自身具备种种保障功能,避占避税也是吸引大额投保的闪光点之一。 近期,江苏高院一则关于加强和规范为执行人所有的人身保险产品财产性权益执行的通知, 简称通知,引起不少投保人关注,人身卸财产性权益,在何种情况下可被执行,法院是否可以强制要求执行人退保,所谓的避债功能还能否体现? 避债功能存在法律争议上述引起了行业人士和投保客户广发关注的通知指出,保险合同存续期间,人身保险产品财产性权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 或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归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执行,人身保险产品财产性权益包括依保险合同约定,可领取的生存保险金、现金红利,退保可获得的现金价值、账户价值、未到七宝贝。 依保险合同可确认,带上未完成支付的保险金,及其他权属明确的财产性权益。 为此,人身写产品的币债功能成为关注的焦点。 周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云峰对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 事实上,我国在全国性法律层面对于币债及保险金不能被设为债务人的财产,而被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定长期以来存在争议。 一方面,我国合同把第73条规定,引债务人代于刑事提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 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为刑事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另一方面,我国行法第59条规定,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而在地方法规层面。 一方面,广东高院在关于执行案件法律师有疑难问题的解答意见中明确表示,如果被执行人不同意退保,法院不能强制被执行人退保。 另一方面,这家高院在关于加强和规范对被执行人拥有的人身保险产品财产利益执行的通知中明确规定, 投保人购买传统型、分红型、投资连接型、万能型人身保险产品, 以保单约定可获得的生存保险金,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保单红利,退保后保单的现金价值, 均属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财产权。 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作为被执行人时,该财产权属于责任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执行。 陈云峰告诉记者,不仅是法律法国层面存在争议,司法时间层面也同样存在争议。 在2014-11第0037号案中,法院认为人寿保险单级其现金价值成为执行标的的前提,是保险合同的解除。 因此,法院在保险合同没有相关约定的情况下,无权强制解除保险合同。 但在2016苏林案之负22号案和2016-078-159号案中,法院认为,保险合同财产权益的内容,是投保人所具有的现金价值请求权。 属投保人财产,应当属于强制执行的对象。 因此,目前国内能否通过受险B债仍然存在争议。 江苏高院出台的通知,虽然没有超越其他法院的做法,但可以看到的是,类似的这些通知,不管是在被执行财产的法外,还是在执行条件上,都对以往全国性法律的规定,进行了喜化和突破。 可以看出,全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认知。 陈云峰表示,上海经营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农对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在国外,受险合同的B债避税功能基本没有争议。 这与其司法机制相关。 在海外,金融合同往往是不可撤销的。 这类合同能够实现大额人受保险B债避税功能。 合同既然不可撤销,就没有执行的基础,而国内目前基本上都是可撤销合同。 委托关系可以解除,即便约定的再好,也会出现投保人退保,拿回保单现金价值的现象。 在此情况下,法院自然能够执行,因此,何农认为,国内保险公司在对投保人销售人身嫌产品时,不能完全照搬海外的情况进行阐释。 实际上,在国内的法律体系下,不仅是受险产品,包括家族协托等其他长期理财产品,所谓的避债避税功能都值得相却。 投保人与债务人身份,应避免重合那么,在国内如何尽可能发挥人身嫌的避债功能? 何农指出,从此次江苏高院通知来看,关键点落在保单收益人,是否债务人本人? 如果是的话,那么避债就不太可能。 据介绍,人身保险产品财产性权益包括依保险合同约定,可领取的生存保险金,现金红利,退保可获得的现金价值,账户价值,未到七宝贝。 依保险合同可确认,带上完成支付的保险金,及其他权属明确的财产性权益。 如果投保人将保单收益人设定为子女,从目前的法律来看,即便有分红,现金等财产写权益到账,也是不会受到法人强制执行的。 但如果投保人保险合同到期或退保,保单合同价值返回投保人自身,这就不行了。 何农表示,从这个角度来看,投保人需要确保按时,足额交付保费,避免你没有缴纳保费,造成合同失效,保险公司退回现金价值,继而成为法院执行的标的。 针对法律对人身嫌产品,避振问题的不同权势。 某保险资深销售人士表示,随着近年来人们保险一时增强, 大俄受限保单逐渐增多,不少投保人是企业主,就是看重人身嫌弊债优势,而这种说法在保险公司内也是较为普遍。 我们一开始进入保险公司做代理人,培训课上都会提到大俄人身嫌保单可以低债,破产隔离之类的问题。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投保人,借由保单现在不还的现象,引起经济纠纷官司,带来不一致的法院判例,或地方法院的指导意见。 的确给保险销售造成了一些困扰,我们希望,这个问题今后能有统一的法律规定。 这样,一来老赖们会受到法律制裁,二来也不会出现保险营销员销售误导。 币债功能能否兑现不确定性较高未来,那些地区会受到江苏高院通知的影响。 陈云峰表示,我国各级法院之间,世间都与被监督的关系,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因此,江苏高院通知的出台。 对于江苏各级法院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但通知不是全国性的法律,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法院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仅具有参考作用。 何农也表示,江苏高院通知,会影响江苏省内各级法院的判决,而全国其他省市法院则会适度参考。 不过,江苏高院至少明确,细化了此类问题的执行,给国内其他地区法院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参照系,至少在已有相关执行规定出台的地区,通过购买受险来避债,将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约束。 但其他地区的法院,是否会采取江苏或者江地区法院的做法,仍存在不确定性? 保险产品的财产性权益,是否会被列为为执行财产,已存在不确定性? 陈云峰指出,记者利息,更多金融资讯,可关注上海金融报官方SHJRB390,或者在中直接输入上海金融报关注即可。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